第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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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們成績進步很多 然後你們第一次成績有過 可以上場打球的 請站起來 好然後 第二次有及格的站起來 第四球 第四球 快一點 快一點 今天我們有 高二竹林中學 藍聖開 在十三個禮拜前 你的平均大概是多少 四十二 但是上一週是多少 第一次的話是有及格 然後六十二 那家長知道你的成績提升這件事情嗎 知道啊 就是我還已經進步十幾年 十幾年 那他們是不是有傻眼 對啊就是傻一下笑到 看到成績當下就是覺得 都死了 一切都死了 有沒有對可能現在不及格的球員 或什麼有對他們想說的嗎 想要就自己去評 努力一定會有成績 努力一定會有成績 他的影響 第一次段考的時候你的總平均大概是多少 第一次40 第二次就是最近變多少 70 為什麼要這麼多 因為有這三個禮拜 然後 要重新 看 然後 還有 努力 那 科目的部分哪一個是 哪些科目是有進步最多的 應該 數學吧 數學 8號 然後這次 有70 哇 他們那是要70 還是一個70 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因為 這點都是好像發下來的時候 睡覺 就是沒有想要認真寫 然後這次要門檻 一個認真寫 那你對自己的表現有驚訝到嗎 就是看上成績很像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是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都 我都相信他們其實他們是有能力可以做到 只是他們 覺得 比較 散 或是可能 比較行 因為覺得股數比較累所以就無力去做 所以我剛好看到他們第二次進步那麼多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們感到開心 所以我想要對他們說 其實不管是球場上或是科學上 他們其實都是有能力去做到 只要相信自己 努力去做 就一定會成功